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 趙孟斧美日誌這個極 這個極端的極 使用很多太極的極 然後呢 楷書 別畫非常的多 一個木 右邊這不知道什麼不守不管 橫畫一個極 一個右一個長橫畫 所以呢 要插空 左邊這裡大概是一個矩形的結構 大概留意一下 這裡有個斷筆 那我們來加一點點形書 這個形書的寫法會比較常看到 這裡 帶一點點流動 這裡是連貫的寫 喔 可以寫的扁扁的 好 這種寫法是比較常看到的 好 流暢一點 那我們呢 有時候呢 這形書 有一點點小變形 就是說 木寫短一點 讓最後這個橫畫拉得很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寫法 好 首先呢 這個木就短短的 就不要挑的太長 這裡 過來 然後再來 這邊 我們說空位是要留出來 給底下 然後這裡又 拉過來 一個長橫畫 這種寫法 還蠻常看到的 大家留意一下 好 那有一種比較特別的寫法 是下面橫畫 不知道為什麼 會變成寫三點 我們也參考一下 然後呢 當然這種 並不一定是一個很標準的寫法 好 口我變成兩點 好 那由此一寫 然後我們也寫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 也蠻好看的 所以後來就也有人這樣使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省略 剛剛變成 兩點 好 更省略 就變成一點 好 連續性 變成一點 然後 連過來 直接 一個橫畫 沒有太長 也沒有太短 好 反正大概 隨時都可以調整 好 那再來就是 更流暢 就是這樣 這種寫法 整個幕 連過來 好 然後 連過來 直接這樣 左邊 這點不要 直接繞過去 右邊的右 變成一個折 那留意一下 這種寫法 在行書 是 非常 就是 平反的 大家都這種寫法了 戴上來 好 過來 折一下 再過來 折的比較長 拉的比較長一點 好 然後呢 好 我們來寫 更草一點點的寫法 我們說 這個木字旁 在重塑裡面 經常用 提手旁 代替 因為這樣更快 然後 這裡都一樣 一個折痕 最後這點 橫畫用一個 小點 代替 這種 蠻常出現的 再留意一下